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道菜从捞生开始 捞起 捞起 风生水起 我特别选择了这款酒 来搭配我们的松露象拔棒的捞生 可以与松露酱的那种风味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呼应 同时它在鱼味的时候 有一点点咸咸的旷感 又可以提升海鲜的鲜味 它的鱼丝的那种香 然后就有点坚果的味道 所以跟香槟里面的那种坚果味 瞬间就呼应起来 而且香麻棒本身的质地 就是比较清脆的 所以搭配香槟的这种清脆的口感 在口腔当中形成一种共振的效果 把那个鹅干做成有一点空气状的 软棉的那种口感跟馅粉就特别能搭 弹心蛋 海胆拌蛋根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特别江南的菜 黄酒跟那个海胆跟蛋做那个结合 它们可以把整个食材都可以串联起来 这款黄酒特别干净优雅 有很好的酸度 空气额干 还有接下来的这个绍酒糖心蛋 都是有用黄酒入菜的 所以我们正好用它来搭配这两道菜 棒 菜的这个酒香特别棒 海胆和蛋黄交织在一起 特别的油润油滑 而这款黄酒的味道又不会特别重 不会掩盖住这个菜的味道 同时这个黄酒又有一点那种 旨味的那种鲜味 与这个海胆的鲜味结合真是太棒了 富山湾的白虾 这种不太可的它是刺身级别的 然后跟鱼子酱搭配 豹汁歌吞翅 我们搭配的是一款来自伯根地的上叶秋 莫雷圣诞地村的顶级名家 蓬寿酒庄的一款红酒 刚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梅子干啊 山楂等等的这种果香 同时又混合着泥土 还有这个花香 非常的迷人而且它的丹宁非常的丝滑 所以我们可以搭配这道菜 这个豹汁带来的那种甜感 与这款酒的果味的甜美 非常的融合 然后同时呢 丹宁非常的丝滑 与鸽子的细嫩的质地相得益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